《山姆爾記》第七章 拿丹傳信息給大衛 王住在自己宮中 耶和華使他安靜 不被四位的仇敵擾亂 那時王對先知拿丹說 看下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而在萬子裏 拿丹對王說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為耶和華與你同在 當夜耶和華的話臨到拿丹 你去告訴我的伯仁大衛之 挖耶和華是這麼說 你豈可見做電雨給我居轉 自從我令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天我未曾住過電雨 經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 凡我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事司 就是我吩咐牧養我民以色列的話 你們為何不讓我建造香柏木的電雨呢 現在你要告訴我的伯仁大衛之 說萬軍之耶和華是這麼說 我從洋圈中將你召離 叫你不再跟從洋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軍 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常與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仇敵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似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 再陪他們 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遷移 凶惡之子 亦不像從前擾害他們 並不像我命時師 至你我民以色列的時候一樣 我必使你安靜 不被一切仇敵妖亂 並且我 也和華應許你 必為你建立家室 你受數滿足 願你列祖同歲的時候 我必使你的後裔接觸你的位 我也必堅定祂的國 祂必為我的名堅做殿餘 我必堅定祂的國位 直到永遠 我要作祂的父 祂要作我的子 祂如果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擲打祂 用人的鞭擲罰祂 但是我的慈哀仍然不離開祂 好像離開在你面前所廢棄的素裸一樣 你的家和你的國 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國位也必堅定 直到永遠 拿丹就按這一切說話 照這樣默示告訴大衛 大衛的祈禱和感恩 於是大衛王俊虛 坐在耶和華面前說 主耶和華 我是誰 我的家算是甚麼 你竟然使我到這個地步 主耶和華 那在你眼中還是遺憾少 有允許你伯仁的家室至於永久 主耶和華 那豈是人所常遇的事嗎 主耶和華 我還有何言可以對你說呢 因為你知道你的伯仁 你行這個大事 使伯仁知道 是因為你所允許的說話 亦是照你的心意 主耶和華 你本為大 照我們耳中聽見 無可給你的 除你以外 再無神 世上還有甚麼文 可以給你的文以色列呢 你從埃及救贖他們 做自己的子文 又在你屬出來的文面前 行大而可謂的事 它會逐列幫人 和他們的神 顯出你的大名 你曾經建立你的文以色列 作你的子文 直到永遠 你耶和華 也做了他們的神 耶和華 神啊 你所允許伯仁和伯仁家的話 求你堅定 直到永遠 照你所說的義行 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 萬君之耶和華 是治你以色列的神 這樣 你伯仁大為的家 必在你面前堅立 萬君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啟善你的伯仁話 我必為你建立家室 所以伯仁大膽向你這樣祈禱 主耶和華 唯有你是神 你的華是真實的 你亦都允許將這個福氣賜給伯仁 現在求你賜福與伯仁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華 這是你所允許的 願你永遠賜福與伯仁的家 我來自大膽的家 我來自小福地公民 你怎麼做的 是你也沒想到嗎 你怎麼做的 你怎麼做的